超過140年歷史的香港動植物公園即將大變身 港府去年委託專家完成暫寫百多頁顧問報告 據悉專家批評公園建設集亂無章 各個園區無關聯 應用遊客走完都不知他想表達些甚麼 而一群動物更加被迫窩居在又舊又細的鐵籠 這些鐵籠由70年代以來從來未換過 落後之餘外觀還持續監倉 不止專家是這樣說 來公園玩的市民都有同感 我覺得裝修 所謂裝修 即是龍的擺位和布置 我覺得應該可以改善一點 因為現在這種龍的模式其實很夠 例如去亞洲其他龍的人 第一 空間會大一點 第二 龍的狗色已經很密 可不可以把小龍變成一個大龍 那他們可以大一點 即是這些小龍 兩隻這樣擀開他們 如果把牠們打通了大一點 那他們就可以到處走 專家建議公園佈局重新大執位 包括解放長期混在龍入面的婆羅洲星星 以河流、大樹等的自然素材分隔人和動物 至於體積比較小的動物 就會搬去木造的龍 而部分鳥仔和龜 就建議遷往九龍公園 內容只是涵蓋了小學課程 建議涵接現在新高中的通識科 移工院以後 也將會招聘移工 帶領不同的導賞團 漢文署就說 現在正在檢視顧問研究報告的各項建議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